文章来源 英国暴劫 最近国外一位在大型邮轮上工作的歌手 爆出一个行业内幕 震惊了不少网友 如果船上突然开始举办冰淇淋派对 不要高兴得太早 因为可能船上死了人 需要冰柜腾出空间存放尸体 而且死亡人数比你想象的多 这个犹如都市怪谈的猛料爆出后 迅速引发了舆论热议 更出乎人意料的是 这个邮轮前规则 被业内人员和过往发生过的案例是锤了 这位有多年邮轮工作经验的女歌手 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条短视频称 她工作的邮轮载客量为3000名乘客 每次出海都是人员爆满 老年人又占了大多数 因此每次出海时 邮轮上总可能碰到4到10人死亡 她表示 如果死亡人数超过7个人 船员们就会开始清理兵柜 腾出一部分空间冷冻尸体用 所以在邮轮度假时 如果有船员或管家邀请你去参加临时的冰淇淋派对 也就意味着死亡人数增加了 女歌手的发言在网络上一旦激起千层浪 海量评论将这段发言顶上了热搜 有媒体联系到女歌手本人 谁知对方的吸一轮爆料 更让人觉得细思极恐 女歌手称自己虽然不是医护人员 但经常听到船上护士说起过 他们工作的邮轮属于奢华型 航线沿途景色优美 服务和餐食水平都很不错 因此多数游客都是年龄75岁以上的老人 他们将邮轮当成了海上养老院 老年人多 长途旅行中自然死亡的几率也就更大 每次出海会有四港十人死亡的数据 也属于合理范围 为了证实这段发言是否真实 媒体又向相关专家和从业人员证实 谁知得到的结论更惊人 原来 以美国相关法律规定为例 每艘邮轮都要按规定配备裹尸袋和停尸房 停尸房的大小和船只尺寸比配 通常情况下 获准载客的邮轮上 要配备能容纳三档四具尸体的停尸房 如果死亡人数超过这个数字 那尸体就需要存放在食物使用的冷藏室里 直到航行结束或停靠港口食运下船 这种停尸房一般都位于最底层的甲板 上面会悬挂着游客纸布的警示标志 在女歌手短视频的评论中 也有不少人支持她的言论 我是邮轮上的医生 我能证明冰淇淋确实和停尸房有关 因为某些原因我不能明说 但我证实冰淇淋派对确实和邮轮上突发事件有关系 作为一名九十年代潜艇兵家属 我知道潜艇上是这样 但我不知道邮轮这是真假 记者也对这些人进行了采访 其中一位曾经在船上工作的网友证实 自己以前被突然叫去班师 尸体存放在食品用冷库里不罕见 另一名水兵还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军舰上没有停尸房 所以有人去世就得马上运到食品冷库里 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会吃顿大餐 反之要是哪天突然吃得好了 也就证明冰箱再轻火 有人去世了 这些鲜少被外界知道的行业秘密 和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也证明了海上旅行中 确实会有人员去世的突发情况发生 2019年3月 中国台湾省一位男游客 独自登上从基隆港出发的邮轮 打算开始四天三晚的度假之旅 却没想到在当晚11点多 突发疾病去世 他的尸体在冷藏室内存放多日 期间没有人没有通知家属 等到航行结束返港 才通知家属去领事 这个结果 不仅令死者家属无法接受 也给船上游客游下心理阴影 游客们不能接受的理由有两点 首先是 死者在刚上船时 就已经有呕吐 冒冷汗的情况 航行到晚间11点时突然倒地 邮轮通知船上医护人员来救治 直到凌晨两点宣告死亡前 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没有转向 或是停靠的打算 是不是担心返航的成本太高 如果刚开始就返航 或是通知直升机来接人 或许能挽回一条生命 其次 大家在船上灯红酒绿的几天 所吃的食物都和尸体一起存放 换谁都会觉得晦气 无独有偶 2022年8月时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对夫妻 登上邮轮出海 打算展开八天的加勒比航海之旅 79岁的丈夫 却在第二天 因为突发性心脏病身亡 船上员工给了死者遗孀两个选项 要么在停靠的下一站 波多黎各首都港口 带尸体下船 要么将遗体存放在船上的停尸间里 返航回佛罗里达时 再下船 考虑到在波多黎各人生地部署 处理验尸火化等手续比较繁琐 加上对邮轮上硬件设施的信赖 死者遗孀选择了后者 谁曾想 死者的遗体所存放的饮料 用冷藏间 24小时的温度设置都在灵上 等到六天的航行结束 尸体已经严重腐烂成绿色 并且发生过膨胀爆炸 身受打击的家属 一纸诉状将邮轮品牌方告上法庭 并且提出至少100万美元的赔偿金 截至今年 案件结果还未被披露 游轮作为便捷舒适体验感好的出行方式 被不少喜欢旅行的游客当作度假方案的首选 这一次的行业大爆料可能会让很多人产生心理阴影 但也不必过分担心 从而带来应急创伤 每艘游轮按法律和行业规定都需要配有医护和紧急救治设施 船上所有员工也会定期参加急救培训和考核 乘客突发疾病或救治不当也都属于小概率事件 发生几率微乎其微 享受每次出海时带来的快乐心情 才是游轮游的最大意义